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627号 中共宣布三中全会在7月15号和18号召开 我们并不清楚习近平到底跟川普有什么缘分 627号 今天晚上在美国 在亚特兰大 川普跟拜登进行第一次的总统辩论会 全世界瞩目 所有的新闻点 所有的新闻热点都在这两个人身上 按照美国统计的说法 大概65%左右的美国人 都在关注着今天晚上川普跟拜登的辩论会 有30%多的美国人一定会看 这样的话意味着什么 在美国的社会 仅仅在美国 就有将近1亿美国人将现场观看 两位前总统 现总统在进行的这一次的辩论 被称为世纪辩论 那这场辩论呢 人们的焦点在川普身上 但人们的关心点又在拜登身上 就拜登的身体状况 而川普本身呢 经过2020年的故事之后 再一次站在了总统的这个竞选的辩论台上 就显示了美国的历史已经不是曾经的一切 美国的历史经历了四年的变更 令人瞠目结舌 而到7月11号的时候 川普将被定罪 叫被定罪的重刑犯 这是拜登攻击他的说法 而7月11号的这个定罪 量刑定罪的故事呢 将直接影响到7月15号到18号 美国共和党在这个米尔沃基召开的 全国共和党大会 将指定川普为代表美国共和党 竞选美国总统 正式来宣布 那将意味着在美国将出现一个 被美国地方法院判罪的 判为刑事犯罪的罪犯 来竞选美国总统 创造历史 对不对 而他的时间却是7月15号到7月18号 而习近平恰恰要定在7月15号到7月18号 召开中共的三中全会 而中共三中全会就此往后 就是跟他正常的时间往后拖了九个月 真的拖了九个月 这个故事很有趣的 他本该在2023年 这个十月份 十月中旬到十月下旬召开 他没有 他拖到了2024年的7月份 那涛哥好久没讲这数了 你知道我好久没讲数了 当我刚才说的往后拖了九个月 里面还有什么别的故事吗 他是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后的 二十一个月 二十一个月 中共二十大召开的时间 是2022年十月底 十月中旬到十月底 所以啥的意思吗 对不对 二十一个月 这是月份是在日月年里面 年月日里面 它中间是一个过渡的 它有十二 对不对 其实呢 这个十二 如果你按照邵雍的说法 就是地球上有人 这天地间有人 转一圈是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吧 大概是十二万九千六百年 它叫一元 就是元年的元 元神的元 一元 一元有十二会 它其实这么来的 一年有十二会 这十二会呢 就是十一万零八百年吧 大概是一万零八百年 这意思就是 跟那个 跟那个 宋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 有那个 是有的说法的 跟那个 水浒传里面的 这个一百零八将 都有的说法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时间故事的背景 因为只有时间是真的 时间不会欺骗任何人 时辰定论 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结束 那习近平 归始神差的 选了这么个时间 要召开到的三中全会 全世界翘首以待 就认为习近平在三中全会上 一定会有什么大的举措 包括 涛哥在节目中 也跟朋友介绍过 三中全会 看他最后来一把什么 因为三中全会 在中共历史上 最著名的 就是48年前 那48年前 当时的三中全会 46年前 11届三中全会 邓小平召开 邓小平在开三中全会前 凝聚了中共党的 省部级高官 聚集在北京 和中央委员 中央候补委员 已经学习了一个月 那学习了一个月 中间就拿出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什么 这一套的说法 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 开启了邓小平的年代 结束了毛泽东的年代 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讲出了文化大革命的诸多的故事 这是三中全会真正的历史故事 是有这么个东西 有人还提到七十多年前 七十多年前在我眼睛里 我觉得有点远 对不对 你那个时代的背景 跟现在的不太一样 但当时的邓小平 他的立足点就是否定毛泽东 部分否定毛泽东 那所以我们曾经也期待过说 OK 习近平要否定什么 如果习近平要否定邓小平的话 然后那就是回到毛泽东那些 还是他自己树立他的习史王朝 习史王朝是大家共知的 我们现在看到这张照片 这是2022年10月份 中共二十大时的照片 中共二十大开完之后 所有我们节目中率先说了 习史王朝 习近平颠覆共产党 习史王朝就此要出现 习近平把共产党装自己兜里 要建立他个人自己的慰望 因为开启了中共总书记第三任 而习近平并没有说 当时以共产党的角度 树立党的主席 他要树立党的主席 他就完全效仿了毛泽东 而党的总书记 相当于公司的CEO 党的主席相当于公司的董事长 董事长是拥有者 CEO是打工的 所以当时习近平没有 他没有 到现在他没有 他只是总书记 这是我们当时跟大家说 OK 他革了共产党的命 这一个人 然后呢 所有的爪牙 七个常委 六个常委 找的都是他的爪牙 他根本不管什么业务 那个不管 忠诚是第一位的 这就是21个月之前的 二十大出现的场面 开启了习史王朝的故事 我们顺着 大家顺着时间点 你会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在里头 这是习史王朝的建立 在当时的新闻点都说 他要学袁世凯 对不对 袁大头 那然后人们就开始算日子 说袁世凯登基 要登基没登上 当了八十多天 当了八十多天的这个 这个袁世凯 这个皇帝 这个皇帝是悄不胜当的 因为没公开 但是呢 袁他的这个服装什么都做好了 后来他死囚子了 对不对 袁世凯就死囚子了 那习近平没死 没死在习史王朝的背景之下 就出现了另外一个故事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2022特稿 习近平重磅所归 引领中国新征程 这是2023年这个人大会议 人大会结束之后 习近平还是没放权 他就成为了第三任 中华人共和国主席 这是他宣誓就宣誓主席时的样子 党总书记他赶第三任 国家主席他赶第三 他来这么一把 那那就是习史王朝 就真的当时的概念就是 他怎么也有一个转型的机会 就是弱化 完全弱化共产党 来突出习近平 建立习近习是王国的一切 2023年他干了很多事情 对不对 在西安他像黄礼一样 整了一把 把媳妇带上去 在杭州借助亚运会 又整了一把 又把媳妇带过去 在冬奥会的时候 把这个应该是普京给整来 也整了一把 大概他前后就整了这么好几把 整个故事围绕他个人出现 完全是围绕他个人出现 所以他就信誓旦旦的要整一下 结果天命不随他 只能说天命不随他 谁都没想到 就在去年的这个时候 六月份就出事了 对不对 那先是火箭部队出事 然后前后差两天 秦刚就消失了 那秦刚的消失跟火箭部队的出事 它是伴随在六月份 同时出现 而那个时候出现了大水 大家要知道 那时候出现了大水 对吧 就是台风 竟然台风一百多年来 袭击了这个故宫 然后水淹桌舟 这是没错的 这是我们讲了几次 三场水 袭击台风袭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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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都 北京城 历史上从来没有 水淹桌舟 是为了保雄安 淹了皇帝的地方 三个皇帝 赵邝印 赵光印 跟这个刘备 然后那是应该是邵雍的家 他碰谁 你也别碰邵雍啊 六祖惠能的家 你别碰他们呀 他全碰了 不能碰的全碰 所以当第二场水出现之后 第三场水出现了 李克强在上海淹死了 那么这 这你想不出来的 李克强在上海淹死了 我提醒朋友啊 现在从南到北 被中国在发水 所以2023年 出了三场水 把火命的 火蛇的习地平 浇了个透心粮 其实是浇了个透心粮 而在新闻的当中 在政治和媒体当中 我们看到他是 对付美国也好 这个拒绝 抗争欧洲也好 然后联手俄罗斯也好 反正他就在整个大 在跟美国要窄看 这个金融战争也好 甚至这个金融核弹 在利用人民币 利用他的外汇 利用他的这个贸易的本身 要跟整个西方社会对垒 建立全新的新秩序 以这个金砖五国 以俄罗斯 朝鲜 伊朗为中心的 全新的周星国 在国际社会中 也随他的愿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社会 全面对垒 封杀 对赌今天的中共国 习近平当时讲了一话 叫东升西降 东升西降呢 很多人就把他解读成 是跟共产党 他就讲了共产党东升了 那涛哥的话说 就放你驴腰屁 瞎说共产党才是真正的西边的 他同样来自于犹太人 他同样来自于欧洲的幽灵 美国的新秩序 新国家也来自于欧洲 共产党也来自于欧洲 那么上哪儿 东升去 对不对 你们家算清这数目 你得看那个种啊 你爷爷奶 你习近平自己的生日 还有个籍贯的 对不对 你们家籍贯在哪儿 你出生在哪儿 对不对 你长在哪儿 对不对 这甭管是摇洞出来的 还是北新桥出来的 后海出来的 无所谓 那中国人在户口本都这么写的呀 所以这就出现了故事了 对不对 你说的东升 那是假的 结果现在东升真出来了 台湾人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一个台积电 黄仁荀弄了一个挥达 你没事弄什么AI AI不是人 对不对 共产党也不是人 那AI是人的欲望创造出来 在人的角度来讲 走向了一个相当 在我眼睛里 相当魔化的东西 但是在全世界顶尖的AI系列的产品的公司 前十个有七个是台湾人 前十个有七个是台湾人 你想整AI 那辉达的黄仁荀的公司占了全球生产量 就是它的主控量的 百分之八十九 而辉达的这个叫什么 GPU 百分之九十一要在台积电生产 还说你这整什么呢 出完这个又出个赖清德 对不对 你这个赖清德 你整一个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产国互不两立 那文弱的一个书生 谈不上之地有 甚至他说话挺细的 就这么一挥手 完了全瞎了 全都瞎整了 对不对 所以你就会看到所谓的东升西降 这个东是中华民国 西 中华民国 它代表着中华民族文明的传统 一种传递的传统 剩下的是我们看到的 甭管是这个那那 这个就是西方文明也好 这个欧亚文明也好 这个美国的文化也好 你看到的就是西方的 无论是俄罗斯跟乌克兰打仗 还是以色列跟这个这个哈马斯打仗 你都看到了里面的宗教的成分 西方宗教的成分 在它的所影响的群落中 四分五裂 这没有谁对谁错的 我们讲的是一种文明文化的故事 这根本没有谁对谁错的 对吧 所以习近平就经历了这么一段故事 等这段故事完之后 他就开了个会 咱们就这么来的吗 他就开了一个会 那个会会在哪里 在他开会当中 对不起 是军队来的 就是在今年的6月17号到6月19号 习近平实际是6月15号过了71岁的生日 他应该回他老家去了 回他老家过完生日隔了一天 17号到19号在延安开会 他把军队的 从军委一直到他的高级军官 都到那开会去了 开会干嘛 反腐 恩静拜邪了门了 所以没打台湾 自个儿去反腐 要斩杀将官 反腐可夺权 反腐不能治国 反腐夺权是他成功的 反腐治国 是他跟共产党一起四分五裂的 那在他19号开完会之后 那今天是27号 他就公布了 他公布了 就把李尚富跟魏凤和 开出党籍送交军事检查机关 这就是应对的火箭部队 跟在去年的时候 潜艇在东海海湾水底下死了 有时候爆炸 有时候没爆炸 跟整个中共的军队的设备 上下打一通 全完蛋 他坚持反腐 他就把他们全干了 那在他上台之后 上将 就是官拜上将的中共高级军官 没几个好果子的 所以那如果他要打台湾 他只能拜托他自己 对不对 总司令亲自领兵干账 可他真是个大怂暴 他真的是个怂暴 这个有个姓B的 你看 有个姓B的这个人 大概70多岁到80岁 现在在纽约居住 他是北京黄色大院出来的 北京黄色大院呢 就是总参总政的高级军官的 当初的居住地 那作为这种红二代的 我们通常就说黄色大院出来的 那习近平本身也是这个系统出来的 所以他就 他就发了个他自己写的东西 2022年写过一篇东西 然后他给几个一些做自媒体的人就发 我当时看这故事 他说话得说三遍 我得大声说 习近平你这个大怂暴 你这个大怂暴 你这个大怂暴 那怂暴必须反腐 怂暴靠反腐 才能占掉 就是清除掉所有有能力的人 包括王岐山 怂暴没有人戒备他 所以他可以利用中共的系统 大展宏图 但他是个怂暴 他上哪展宏图去 所以就我们现在看到 就这个场面就出来 李商富 魏凤和遭开除党籍 一定是他过完生日当中之后的 在延安的第一刀 而在延安的第一刀斩完之后 这李商富跟魏凤和的顶头上司是张又霞 是他的第一就是常务军委副主席 第一军委副主席 那在中共体制当中 从2012年上台之后 习近平上台之后 这是唯一留下来的 另外一个是王小洪 唯一能留下来他身边的 一直在市途上是这个方向走的 掌握枪杆子 掌握这个掌握枪杆子的人 这是真正只留下一个张又霞 那好喽 你魏凤和李商富宣布全都干掉 张又霞怎么办 很显然张又霞挂在那 如果张又霞没挂在那 他不会出现这个场面 而把张又霞挂上之后 另外一个人就出来了 秦刚同时出事的是有秦刚 两个系统 一个是军事 一个是外交 秦刚到今天不了了之 没结果 秦刚要没结果 外交系统的大地震没结完 就还没完呢 所以军队不行了 外交没结果了 张又霞可能会被拿下来了 那习近平开会 你说这三中全会是什么 那三中全会其实就露出他的真谛来 三中全会召开 拿出了审查文件 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了会议 这是今天召开的政治局的会议 在政治局的会议当中 确定了开会的时间 然后里面提出了一个决议 叫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那这将是三中全会的主要的方针方向 在主要的方针方向当中 里面提出了2035年 是他的目标年 习近平要起码干到 只要不死 要干到2035年 这个大家听明白了 第二个就是要提出了诸葛几个坚持 大概是六个是七个坚持 党的领导 这是第一个坚持 党的领导 坚定维护党中央的权威 同意领导 那第一条里头没有提到习近平 里头贯穿的全是中国共产党 那说明什么问题 党的斗争进入了全新的如火如荼的高度 习近平在二十大所笼络 他以为的他的党政的亲信 满盘截杀 在他自己的反腐的过程中 没一个好结果全完了 这是故事 当这是故事的时候 也就是习近平的王朝 在党内斗争如火如荼的过程中 烟消云散 没了 因为基础没了 他自己钦定的这些个辅佐的人 被他反腐给干掉 所以习是王朝 在经历二十一个月的 这种努力的过程中 再次回到原点 一切听党的话 而不是听习近平的话 那什么意思 习是王朝 习近平 躺平 习是王朝 覆没 小鸡儿没孵出来 当成毛蛋了 大家可能很多南方人不知道 那个鸡蛋孵鸡 孵小鸡儿的时候 那很多小鸡儿孵不出来 结果在北方有一种叫吃毛蛋 就是那个鸡蛋里头 那个小鸡儿都出来了 有的都长毛了 但是呢就被淘汰了 那个东西呢 在北方人认为是一种大补的东西 那个 当然对很多朋友来讲 吃起来觉得很那个 我小时候吃过 觉得特好吃 可能跟当时穷有关系 把它煮了 然后蘸点酱油醋 蘸点这个蒜 可好吃了 但是吃不着了 那时候穷了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 小鸡儿没屋出来 吃了毛蛋 那谁吃了 他自个吃了 所以这里面在坚持了 大概是有提到了六个坚持到七个坚持 实现2035年的梦想 里面没提任何习近平 就回到了二十大之前的故事 回到了共产党领导的一切 回到了共产党领导的一切 所以这是在我眼睛里 非常感触 非常感触的 从发到目前 当然你最终的结果 你一定要看到他 应该看到他这个 这个开会的真实的状况 但是从他稿件上来讲 你可以看到 只要是提到坚持 就说明危机并存 就是随时扛不住就完了 如果一个信誓旦旦 一个充满信心的人 他需要坚持吗 他不需要坚持 对不对 他叫被他坚持的东西 就是被普世的人 抛弃的东西 也是被他自己承认 不被人们接受的东西 那他只能靠强 这种就是强迫的方式 来表示坚持 咬着牙坚持 咬着后操牙 对不对 你得睡着觉 说睡觉 坚持使劲睡觉 对不对 就有点这意思 这个意思我相信朋友就懂了 说明一切全完了 习近平的时代过去 他自己失去了信心 他自己没有任何信念 原因就是他所以为的一切全没了 全没了 他所塑造的一切的梦想也全没了 那完蛋的是 就是他失败失败于军队 台湾中华民国 名正元顺的坐在那里面 就等着坐享其成了 什么叫坐享其成 台积电就叫坐享其成 成立一个台积电 然后做好了真正的基础 等到了AI产品出来的时候 只能找台积电做 世界上没有第二家 台积电并没有找 辉达说 你给我点买卖吗 没有 台积电坐在那儿 人家又送上门来了 那辉达可以找三星去做 三星的成功率太低 做一百份 只有十几份能够过得去 八十几份不过关 台积电的成功率太高 那成功率高代表他的成熟了 道理是一样的 中华民国就坐在那儿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了 所以习近平现在回到了共产党身上 习是王朝没了 习皇帝没了 他自己睡了 他承认全输了 全输了 反腐毁了自己 拿不下台湾 结果哪都没找着 他把美国人惹毛了 把欧洲干起来了 所以他成功了 真在家里做皇帝了 真的在家里做皇帝了 但他有点自知之明 这皇帝也没得做 因为他也承认了 如果火箭部队不灵了 装备部队不灵了 外交部不灵了 他在家做皇帝 人家肯定得拆吧 对不对 所以大家还记得 在2023年的时候 太和殿的大门 就给吹倒了 结果在今年 昆宁宫的房顶 房瓦给掀了 那你就是从里从外都完蛋了 这是一个整体崩溃的场面 所以他所瞩目的 所仰仗的任何一方 全都以他现实的方式 荡然无存 所以他就只能剩下坚持了 什么都没了 只有坚持了 几个坚持 坚持党的领导 然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这就基本就骗了 然后坚持守正创新 听着词 守正创新 就不许搞邪门外道 为什么呢 要有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 这是关键所在 然后再有一个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 顶层设计总体规划 那为什么以制度建设为主线 它是制度上面的 所以你不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所以你只要不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它就永远可以坐在那 坚持全国全面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是邪恶的 以德制国是真正的 依法治国 所有居住在这个地区的人 都是它的敌人 这是依法治国 那然后下面坚持系统观念 你这听得有意思吧 系统观念的一切 它是总领导 总头头 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真实的场面 所以在我眼睛里 就是习史王朝的整体的崩灭 作为三中全会 这次三中全会的真真正正的内涵所在 邓小平以改革开放 习近平以全面回归党的领导 来对等着三中全会的成立的出现 那也就是说整个中共 中共国的一切将不复存在 感谢朋友们的致志